又给我热档 我iPhone 16 Pro Max又给我热档 买了iPhone 16这种顶规的5G手机 当然就应该选择优质的5G网路通讯系统 不论你是为了追剧啊 打游戏 或是完全解放出苹果即将推出的Apple Intelligence的功能 像是强大的照片影音搜寻功能 或是全新进化的Siri功能 都需要搭配中华电信的5G网速 才能把iPhone 16的效能发挥到底 中华电信拥有全台第一的消费者评比最佳网路 及领先业界的5G大满贯 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看看网速吧 像我实际上传素材 照片制语音端 以及上传社群动态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中华电信5G品质为国内唯一融合 国际权威双认证 就争取中华申办 最新iPhone 16体验中华5G No.1网速 那现在就让苹果爹带你解锁中华电信 iPhone 16的星期优惠 独家送Apple购物金 最高5000 可以折理AirPods 或新推出的Apple Watch空机 一口气可以买好买买 很多人手上的iPhone都是在等大改版更新 那今年所有的硬体规格上面 绝对让iPhone旧用户很心动 那手上有旧iPhone的人 快去中华电信升级iPhone 16 中华电信直接折理2000给你 那也照顾到像我这种 原本就是中华电信家用快频网路的用户 同样有购买iPhone 16新机的折扣 以及哈密Video 影剧馆Plus收年免费 App Store账单代售等价值优惠 各种面向的需求 中华电信通通帮消费者想好了 申办一只手机及搭配好的电信 是很重要的 中华电信更为了果粉们 购买iPhone 16新机 还有特别举办百万哈密ポイント 从果粉抽奖活动 体验精彩就从加入中华电信开始 那我们忠实的3C用户 最大的梦想当然就是年年换新机 每年都用上最新的功能有多好 中华电信有iPhone for Life 年年换新机的方案 可以让你每年轻松年年换最新款的iPhone 12个月起满有专人通知 让你优先登记更换新机 那旧的iPhone呢也会有保证的回收价 第一月付即可享有电信方案 Apple Care Services保险及iPhone手机 那大家记得啊 买iPhone 16就要搭配中华电信精彩5G网路 赶快去升班吧 OK好 我们现在两个都已经使用我们的iPhone 16 Pro跟Pro Max 一个月 一个月 对所以今天就是来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月真实的心得 没错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自己买的嘛 所以我们心得分享上面 因为我们会把价格考量进去 因为自己赚的钱买 所以可能多少大家可以去把这个东西也想进去 我们一个月来碰到的问题 好的坏的 那有一些惊讶的点 有一些比我们本来想象好的 然后也碰到一些本来没有想到的缺点 那我们也没有写稿 我也不知道他的心得 所以我们就是很真实的 他也不知道我心得为什么 我们可能想法会有一些出入 因为大家使用的手机的基金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有差距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对比的方式 好 好直接开始讲几个大重点啦 很多人第一个在骂就是这个相机按键 你觉得好用吗 先用你来讲好了 我自己是觉得它有越来越好用的趋势 像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因为我是Pro 所以我觉得可能Pro Max用起来会比较别扭一点 但是我觉得Pro是 尤其是抓拍的情景之下是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看到这一朵花好了 我拿起来按两下 瞬间就可以抓拍 因为先前萤幕快开的话 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钮的位置 你要看 现在有个实体按键 对你有研究是好像可以直接开启这种感觉 基本上是可以忙操作 问题是在进去之后操作的部分 很多人觉得说操作的部分没有那么好操作 一些设定的切换我觉得它并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好用 我觉得它比较好用的地方还是在抓拍的部分 基本上成功率都还蛮高的 那我自己的话 那其实我们两个差距就很明显 我是Pro Max 我是Pro 所以我的手机就比较大 那我真的是有觉得说这个按钮拍照就是多给你的功能 我觉得它主要还是视觉AI的辨识 但不管怎样 反正它现在就是给你拍照的功能 也还没有AI 好 我就很老实的讲 我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用 你甚至觉得它可以不用它 因为我发现我在开启 我在调整这些参数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使用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多的时候 会有一个兴奋感 想去用一个新的东西 那其实当时果妹就一直跟我讲说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萤幕上去点就好 更方便的直接看到每个操作在哪 在什么地方就直接点下 比较直觉一点 对你不用再点两下 然后再去切换到 现在要去什么什么 滤镜模式啊 风格模式什么 那我当初是跟她说 没有啊这个按钮就是 播出来就很方便 播出来让我们用的 对对对 当初还有一个新闻感 可是我后来上礼拜就是我出过去玩 除了我自己想起来强迫 我要去用这个按钮的情境之外 我其他情况下 我还是觉得直接用萤幕去点比较直觉 像我自己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 会用到相机按钮 我觉得蛮方便的地方 就是要自拍的时候 我指的自拍不是我拿着手机这样拍我 而是反过来用超广角 用它的后镜头来自拍 对对对对对 以前的话我们是用 不好按 但现在呢我现在可以直接拿起来 对着 而且它其实视角上我觉得是更好看 它的构图其实会更精准 而且其实如果说你是超广角的话 你这样拿其实它的视角会比较平 我如果用超广角 搭配相机控制按钮的话 我再拍我可以随时控制我的角度 角度比较好巧 OK对这个是真的有 我去旅游的时候 也真的是有用这个方式自拍的还蛮多张 就跟我家人 下一点的话 这个按钮它真正功能解放出来 就我觉得AI视觉变速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台湾要可以用的话 至少还要再快一年 所以我觉得那部分 我们可能等一年薪德之后再来讲 但目前就是如果它功能只在相机上面的话 我觉得是目前评价是可有可无啦 就好像也不一定一定要有 对不一定要有 OK然后还有这个相机按钮 维修费很贵 可是我也不太知道说你怎么样会撞到它 因为毕竟它有点向下凹 如果你摔烂到这颗相机按钮的情况下 可能整个萤幕其他地方也摔烂了 对 可能大概会这个情况 OK好 那下个部分我们就讲相机 不管是拍照或录影 用一个月之后拍那么多张照片 因为我是从12 Pro换上来 所以其实最大的经验点是 在它的5倍长焦 它如果在光照环境很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的成像效果是蛮好的 对这我同意 对不管是照片跟影片 这一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因为它有风格调整 它在拍照的时候不会像以往看起来这么锐 我觉得它锐化的程度是有降低 因为我们自己对16 Pro跟16数字系列 我们发现16数字系列还是保留比较多锐化的调节在上面 所以变成有一些照片情况下 你会觉得好像16数字系列的解析度高一点 但其实因为Pro系列我觉得它的锐化程度有降低 坏处就是你今天在拍一些文字什么的时候 录制系列稍微清楚一点点 我觉得它的差距非常小 但是好处就是你在拍人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讨厌那种皮肤锐化的部分 这一次我觉得改善超多 那影片的部分就是如同我一周心得讲的就是 它有log 蛮方便的 然后包含它原本的HDR模式 我有在用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HDR 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颜色还蛮漂亮的 就是鲜艳但是又不过度鲜艳 我自己是觉得 一开始我以为我会一直用那些风格档 我现在不是要批评的 其实是一个优点 就是因为它直出照片就很好看 对 我不管今天拍时务 我在日本旅游拍风景拍人拍小孩拍家人 对比我现在从15上来 或是现在14比的话 我觉得它直出的照片发色好看太多了 就是在15的时候它有一些地方就算不好 肤色会突然有点太暗 或是对比很奇怪 或是锐化整个问题 那这一次我发现就是很多照片 我都不用再去做任何调整 一直出出来我就觉得这色调很棒 就是它是很真实的色调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色调 所以这一点是意外让我觉得 本来以为我会有风格档 我终于可以去调出我喜欢的颜色 但我意外这次旅游我完全没有用 发现其实很少在调整 因为它直出就太好看 所以其实是个优点 就是我反而不太需要特意去调整照片 那影片的部分我也是像你讲的一样 我用HDR去拍挪一遍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算法就是它的对比是很舒服的 我想以前突然有一天拍 而且其实它不会过度锐化 对 我们天天不爱拍嘛 因为我们在上传要做秀时觉得这个太锐 我们可能在选择拍REELS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选择其他牌子的相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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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拍REELS 其实可以用它 甚至可以不用麦克风 真的 但我自己就是讲一个可惜的点 就是我会希望它有三倍这个选项 老实讲五倍我能使用的情境不太多 对 除了拍风景以外 如果说以三倍的话 在日常使用上会比较 泛用度会更高啦 可能三倍四千八百万 然后可能到五倍可以压成一千两百万之类的 这对我来讲我也可以解释 你说三倍四千八百万 我觉得不太可能再收回来 我觉得可能就多一颗啦 可是五倍可以变成十倍用 它用那种像素融合的方式可以乘以二 所以或许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 超广角 我觉得超广角的画质好很多 好很多 然后广度也很好 以前我是不敢用超广角去拍拍开箱什么 然后上次在开AirPods 4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用iPhone 16 Pro Max的超广角直接去拍 然后那个时候你拿来剪 就说这个是超广角拍的吗 就觉得说怎么画质好像还会寸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三颗镜头 整体真的真实使用下来我觉得很满意 好像夏天讲希望能表现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玩手游 对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去超它 可能就是我们在拍影片 拍影片比较多 4K120啊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我可能在手机上面会做一些剪辑 那我觉得整体用下来都非常顺 对 基本上是这样 先说我Super Max真的发烫蛮严重 所以在这种用的情况下的话 在上面直接做影片剪辑的时候 它的热度比先前好太多了 所以这个体验感是我觉得有感的进步这样子 那你说对比上一代 就是影片输出快多少 我觉得其实差距 主要还在散热部分比较好 同样的时候在跑一个影片在输出的时候 它因为散热好发热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它的电子续航也没有掉这么快 就这个是比较有感的地方 就觉得没有玩手游的情况下 在我们做影像的这些人 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对 那续航 续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难去定义的东西 因为一开始我在一周星9的时候 我有说我的16 Pro我觉得续航大要机 对 但最近就升级的那个iOS系统到18.0.1 就是修正超广角微距的那个版本 升级完那个版本之后呢 我发现它的续航其实没有像我一开始拿到手机的iOS 18 拿来的这么省电 有人这样讲 有人说反而升级这个之后 它们的15的续航比较好 反正16变得比较好 好啦因为你用的是正常的版本嘛 你没有用Beta 我没有用Beta 你用的是最新的18.1的Beta 那我也感觉续航在做这个升级之后 没有比较好 那因为上禮拜我也去旅游 所以常常其实用到下午的时候我就 需要再充电 对大概20%左右 可是但去旅游每天在外面拍什么 用量也是比较大 但是有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它的电量会也会突然掉比较快 但如果这是因为iOS更新之后变成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软体的问题比较大点 然后我看我的那个 这个耗电的地方 它很多地方是在桌面 Home and Lock Screen这个地方 反正这个地方它耗了8个% 然后有一些天数它还耗比较高 那这个有人也是分享 就是说他发现这个桌面 就是怎么好像对比先前耗的电比较多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感觉就是比较是偏向软体的问题 因为没有特别感觉到它发热很严重 我有点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18.1就是AI的推出 所以我感觉 有AI推出应该会更好点 我觉得会更好点 所以不会太乐观 可是至少没有太差啦 只是因为我体验过好的那一段时间 对对对 相较之下在使用接下来的三周之后 我会觉得不如我第一周使用的时候这么经验 所以我们就来讲缺点 我们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碰到问题就是刚刚讲的续航的问题 真的 续航的问题 我觉得差蛮多 就是跟一开始拿到手机的时候差蛮 那有发热当机是什么 有当机过一次 有当机过一次 是我上礼拜去淡水拍日落 但我那个时候去是下午啦 就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的天气情况是 太阳蛮大的 其实那个时候气温大概有 大概30度左右 哦那算比较会 对算是比较极限的状态之下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 比较重度的使用它的相机功能 然后就有点过热当机 那是怎样的当机状况 就是它会掉格 等下因为这个我有碰到 哇我们两个都碰到 那你的掉格 后来拿到的影片是怎么样 是正常的 所以这是你唯一碰到一次 这是我唯一碰到一次 然后过热的情况之下 它没有降亮度 但是它有掉格 就是你会觉得它特别卡 诶那我跟你碰到一模一样 我的情况就是 我也是拍日落 然后可是在日本的浮缸塔上面 可是我那是在室内 它是在浮缸塔上面一个室内 可以看外面嘛 所以理论上那室内是有 所以大概二十几度 因为我在那边不会觉得热 那我也是用它来拍日落 跟拍那种远处的风景 就一直在超广角 主镜头跟五倍镜头去做切换 因为我想拍测试影片给大家看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 突然开始掉格 我觉得可能是一直切换的原因 软体要一直去运算 你说一直在三颗镜头这样切换 对三颗镜头切换也有可能 然后我一开始碰到就觉得说 我就以为只是切换镜头稍微卡一下 然后后来拍越多越来越严重 然后就发现手机有点稍微热 可是跟你讲的一样没有降亮度 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到说是有过热的问题 然后就一直拍一直拍 后来就掉格越来越严重 我就开启那个荧幕录影 我就想说记录下来 看说这样的掉格会不会反映到影片上面 后来我拿到影片 我的层面没有问题 这个困扰就是说你看不到你在拍什么 大概就是那10分钟有发生 然后后来其实就没有了 后来我有让他稍微就是休息一下5分钟 其实我那个当机的状况也大概维持不到5分钟 他就恢复正常 我会相对跟先前Supro Max比较起来 我不会那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一次整个旅游 那其实很多时候在户外录影 可能在更热的情况下都没有碰到 所以我会感觉就是 可能当下的软体有一点在算的情况有点问题 或是拍日落高对比 可能对他的算法会比较 对比较 软体的算法会比较多 负载稍微重一点 这我们可以在长期使用再来测试 还是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当机的问题 再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触控 OK很多观众在我下面留言说 觉得拿到16 Pro跟Pro Max 他们没有讲数字系列 这次触控不灵敏的问题 你有碰到吗 我觉得触控不灵敏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在边角的问题 最严重 不是按了没反应 就是按了可能我在打字的时候 会按到其他的 我没有要选的那个字 这样子 所以他会突然跳一格这样 就是没有那么精准 没有碰到 目前两个说法 第一就是软体问题 嗯 那可能再来就等他修正去解决 那第二个他们是说 我这次的萤幕边框做得非常窄 就是iPhone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 那他们说这个触控萤幕 他们有那个 sensor卷在萤幕的边边 一个新的萤幕的设计 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触控 有灵敏度 那如果是这个硬体问题的话 就不太知道软体能解决多少 但我通常问题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有人是就是萤幕整个没有反应 那真的比较严重 我有反应 有一个解法就是 我等一下会顺便提到这个手机壳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在侧边这个扭有压到的时候 有人说他的侧边的反应 就会没有那么灵敏 那我试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 有时候不会发生 侧面按是指他要按下去吗 就是可能有压到什么都会有 但我自己的测试是还好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但我有看到直接有人分享影片给我 就是他真的如果有不小心压到 就算即使不是那种整颗压下去那种压到 他都会那一面的触控反应都会没有那么灵敏 那所以我上礼拜去旅游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用原厂透明颗嘛 可是我那天带了三个颗 就是原厂透明颗跟 Beats 他也等于是原厂 然后再带另外一个副厂 就是他旁边有开孔 那我一开始用原厂透明颗跟Beats的 然后后来用了两天之后 我就换回有开孔的 因为我就不讲牌子 我们就没有要业配什么 就是我发现问题还是一样 我有时候会不小心按到那个 哦因为他做成那个 对他做成触控的这种方式 那有时候我可能在拍照的时候 可能我这样手抽起来 手一滑的时候他就可能去调到那个 他的变焦或什么 对我也有一点困扰 所以后来就把它换成开孔的 就是大家也要见仁见智去选择 可能他有比较好可以去按的一个设计吧 但这是我个人的感想 那你自己是比较喜欢挖孔的 还是像原厂一样有实体按的 我用到现在我可能会偏好挖孔 那如果说要做成这种实体按键的话 我会希望他的分隔感再明显一点 就像有人建议说可能用原厂的矽胶壳 因为不然你用这种透明壳的话 他就是都是滑的 就很容易去按到他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按到的地方是在哪里 所以我要再试试看原厂的矽胶壳再看看 对那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想 偏好挖洞 偏好有挖洞的 那或者说他们可能在按钮实体上有一些差异 那我可以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但因为现在才一个月还有很多壳要试 因为现在很多副长才开始 可能去把孔挖得更宽一点 或是可能会有副长会真的做一个 那他们纽约上设计不一样 我们到时候再来做其他测试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是喜欢挖孔 但我觉得很两难的原因是 挖孔其实他拿起来的手感 并没有你会觉得就是少一点 卡卡的感觉 因为像我妈他是换数字系列 因为手机壳是我买给他的 一样是有挖洞的副长壳这样子 然后他拿的时候他就觉得 这样子拿的手感就是这么差一点 因为这边会凹进去 如果你没有要使用这颗按钮的话 你就会觉得 啊会有点 就是为什么要多那个东西出来 多一个洞在那边好像有点卡手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说是在要操作相机控制按钮的 使用上我会偏好挖洞 因为他的手感真的比较好 你可以直接碰到蓝宝石的那个按钮 当然没有什么会比直接碰到更好的操作 因为他用这个触控按钮 OK那这样整体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前面讲很多我们喜欢的地方 那碰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两个都刚好在拍日落的时候 碰到有当地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拍到日落碰到当地 不同的手机 然后小问题 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那第二就是触控 触控这一点 那这个我也蛮压疑你也碰到 我以为是比较大台的才有 但是我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像可能网路上说可能按的都没反应 只是有时候在打字的时候 突然跳一下 会突然跳一下 然后误触这样子 这个我也是有碰到 你们有碰到什么问题想分享啊 或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量点 那用了一个月你推吗 还推吗 推不推吗 一周的时候推 那用了一个月之后你推吗 其实我还是推 因为就光拍照直出 直接可以用这一点 嗯 就有点 因为在过往 我觉得在从iPhone 13 后开始 他的演算法都没有那么喜欢 就很多时候我就 我们你也知道吗 我们就去拿其他牌子的 我们出去要拍的时候 就拿其他牌子的去拍这样子 那现在我觉得可以直接拿iPad了 对 还说我的Rail什么 我那种速开箱什么 我就直接拿iPad 我也不会怕他的色调很难看 因为其实这样的色调很好看 所以以我的用途来讲 我觉得值得换 光相机比较好用 直接可以用这一点就值得换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因为我上次很烂 那你也 因为我的角度是从12 Pro 换上来 我觉得是12系列以前的 我觉得都很值得换上来 OK 第一个就是发热的问题明显改善 然后第二个是拍照更好看 然后第三个是 120Hz 的萤幕 也会让你体验感更好 对 那数字系列的话 也推 也推 对 数字系列我自己用起来体验 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管这次16 目前为止我们的感觉是 不管你要买数字 或是Pro的话 都还不错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 像我讲的去体验一下 如果真的一群人拍照 可以尝试看看用相机按钮 对 就是这样直接用来做直拍 这样 对用直拍 我们现在可以证实一下给大家看 就像这种画面 你看 那可以直接就这样 很容易就这样拍 嗯 没错 对 这点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也推 你也推 OK 那我们两个 目前一个月使用心得都还蛮满意的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或是你碰到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 那或许其他可以帮助 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苹果爹 我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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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